九合一選戰進入了倒數兩週 不少地區的選情都陷入焦灼狀態 今晚的邊緣台時間 我們邀請到聯合環報資深政治記者李光穎 來幫我們分析台中和雲林的最新戰況 光穎你好 主播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雲林的部分 其實雲林現在目前是民進黨來執政 並且它又是一個農業大縣 再來說綠大於藍 這個基本盤算是還滿穩的 為什麼這次李靖勇打得這麼辛苦 你怎麼看張立山 我覺得一言以蔽之 其實民進黨就是對上 蘇智芬或民進黨對上的 其實並不是國民黨 而是張家斑 我們知道說過去張家斑 其實張榮衛他自己 其實在國民黨 不是在國民黨的支持之下 就當過兩屆的縣長了 然後張立善本人 其實也在五黨籍的情況之下 當選過國民黨的立委 然後現在其實國民黨 也有一席立委張家俊 也是國民黨籍 也是他們家族的 就是張榮衛的女兒 除了這個之外 就是說當地農年水利會等等 其實系統都是張家斑 就是說跟互動是非常的深的 我自己到那邊去看 看過一次 我覺得說 其實看了這麼多地方 其實在野黨跟執政黨 其實分野是很明顯的 但是雲林是我唯一一個 就是說他是在野的情況之下 但他的聲勢 他到每個地方去的那個狀況 簡直就是有那種 就是執政者的那種 氣勢的 大概就是只有雲林的張立善 是這樣的感覺 我認為張家斑的算計 當然是非常非常 非常仔細的 因為四年前我們知道 本來是提名張立善 但是後來他們認為說 私下理由應該就是說 認為說拚不過蘇智芬 所以說後來最後他棄選 棄選之後國民黨 就是臨時派了另外一個人上陣 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經過這四年 其實這四年 他們並不是在睡覺 或是說放棄 大家都覺得 這四年好像還好這樣子 就是說他們是不是可能不選了 然後其實這一次在 提名張立善 國民黨在提名張立善之前 也很多的 現在看起來比較像是煙霧彈 就是說他們好像 想選又不想選 什麼之類的 然後等到他們最後答應了之後 果然就是說 大家才發現說 原來他已經準備好 就是說之前佈裝 都已經佈得很好 我覺得在民進黨方面來講 是有一點點低估 張家班這個基層的實力 仍然存在這樣的問題 並不應該對 很多基本議題 現在製孟糠